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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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是无论对手攻势多么猛烈 也必须要战胜本能反应努力睁眼 看清对手出拳的路数和节奏 还有方雨学姐日常对明天身体素质方面的提点也都说到了点子上 现代格斗竞技技术没有太多花花架子强调力量和速度 而要做到这些需要前期训练量的累积和良好的身体素质 为了更好的完成角色 陆寒和关小彤在进组之前都双双开启了健身计划 他们在剧中露出来的这些腹肌麻甲鞋都是一点一点练出来的 专业之外 在竞技的表现上 设不拘的三观也非常正 面对非输即赢的格斗大招部分 甜蜜暴击的呈现却跳出了输赢本身 更多的展现之外的东西 例如 在明天预赛三场输了两场 还有一场是对手退赛才赢的情况下 全体好友依旧为他打气加油 在阐述格斗理念时 失货难也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全是出了心意不说教 不卖关子 甜蜜暴击贴近当下年轻人的心态 以深入浅出的方式 把正能量融入其中 这样看下来